好,那我们接着下来看一个箱字 箱,箱也有甲骨 这是箱的甲骨 传书,大传,小传,传书我们再写下 注意,下边是一个甘字 我在第二节课,甲骨字,甘 人类在采集的时候,长白草,什么能吃,放到嘴里,敢吃下去 不苦不涩,没有怪味,就叫甘,甜的 我几次讲课都讲到尤瓦尔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他确实是个很有想象力的人 我上期还讲到他,我去年前年还一直在读他的书 他就讲人类自己把自己搞狼狈 在采集时代,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 而且是一边旅游,一边采集 人类过得很赛火,最后非要到农耕社会 结果一下把人搞的 全球的人都在土里头刨石 他讲人类最美好的时代是采集时代 是他的一加持说吧 注意这儿,在甲骨文词典里,专家们说 从口不从甘 就是说这个字底下不是甘,是口 甘是后来额变为甘 那么这个字是什么呢 上边这个东西 写吧很多了,我只写这一个 这个字是什么呢,这也是甲骨文 这个是什么字呢 字变鼠,鼠呢,是什么 米子脱离以后是什么呢 是黄米 黄米在西北和北方地区 有软硬之分 软的黄米就相当于南方的糯米 黄粮一梦就是黄米 说到这儿我们再说一个字 甲骨文 这个字 这个字念素 它是骨子 它脱离出来的是小米 我们过去说的坚普的战争时期 小米加步枪就是这个 小米不是黄米 底下这个口表是什么呢 这个口表是容器 什么叫香呢 香就是在一个淘质的容器里边 放上了新鲜的鼠来祭祀献给神 那么这时候飘过来的香气 那个粮食的香气 我为什么要把这样要仔细讲一下呢 东汉时期的许慎 没见过甲骨 他说这个字底下是干 所以现在有些人讲香的时候 他说是米饭蒸出来以后 甜甜的味儿叫香 所以这错哪了 我刚才没说香味 我说的是香气 因为味儿和鼻子没关系 味儿是舌头的事 所以香不是甜味 是闻到了香气 讲清楚了吗 所以这介绍这个字呢 目的就在这儿呢 有些讲新鲜的人 讲这也讲的基本对了 但是他没有追到甲骨文去 他听到东汉了 他听到传书了 他说黄米的甜味儿啊 就是香 说了不是味儿 味是我们下一个要讲的字 这个鼠啊 还有个名称 叫祭 祭就是最早拿米子 不是骨子啊 是拿米子 黄米 用于祭祀的时候 献给神的中国文化里边呢 从信仰神 慢慢慢慢 农根社会的时候 就变成信仰祖宗了 不拜神了 拜祖宗 所以南权社会形成以后 宗法社会形成以后 那个祖宗留下来的这一支 在一起生活就叫做舍 祭祖的时候用的黄米就叫做祭 所以帝王是最大的地主 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里 皇帝是最大的地主 所以皇帝把他的江山就叫做舍祭 什么叫舍祭呢 就是祖上传下来的这一套体系 这套体系是以农根为基础 这就叫舍祭 我们在讲信仁的过程中 也顺便讲一些知识点吧 好 那我们相说完了 我们再说胃 这个胃啊 这下才是口甘甜不甘甜 是舌头的事 刚才叫做香气 鼻子接受到的是香气 你不能说香味 我闻到香味了 严格讲 这个说法不符合字的本意 味就是一定是口里面的事 有意思的是 他俩是一个字 味道的味就是未来的味 甲骨文怎么写呢 这个味字本来是 和另外一个字是一个字 我们写一个初文 有些东西写得详细一点 有的朋友给我发微信说 他在做笔记呢 让我擦得不要太快了 初文同木 大家知道 木不是木头 木是树 所以味就是树的意思 在中国古老的五行学说 最后把这个味字用到 就是中国纪年的时候 用到地支了 用到地支了以后 就另造了一个字 就是这个味 那么这个味表示什么呢 地支 天干地支的地支 地支味 代表哪个月呢 表农历 或者叫夏历 六月 六月就是味 怎么和味道的味有关系呢 注意 农历六月 就是阳历 我们说西历 我们现在叫公历 就是七八月份 这个在五行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里叫做 六月牧城 六月树就长好 整个最繁茂的 八月火城 想想想农历 农历八月 西历 或者叫做阳历 或者叫做公历 就是九月十月 被我们叫做金秋十月 这时候是秋收和摘水果的时候 摘果子的时候 下一个字 味 味 哎 然后果子了 什么字 这是甲果 这是什么字呢 果 六月牧城 树长起来 树最繁茂 八月火城 在还没有长果子的时候 或者说果子摘了以后 果子拿来干嘛呢 要吃 吃的时候 舌头就吃着了果味 果子的味就有了 所以这个字就成了味道的味 这个字就这么来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我们再 说到这儿呢 我们再加一个知识点 我们说这是木 是树 这是味 小学生经常把未来的味和末尾的末搞混 但是把甲果文跟他一讲 那就再也混不了 但一棵树 一棵树 树根画一横线 这个叫指示符号 我讲过 指示符号 指 事情的事 不是那个 事意图的事 什么叫本 树根 这画一条横线 树梢 就是本 这个什么 这两个字 非常重要 我现在举这个例子 也是在讲思想 方法论 讲价值观等等 这两个字 为什么重要呢 一个人啊 把这两件事搞不清楚 一辈子啥也弄不成 孔子在大学里怎么说的 孔子在大学里讲 事有忠实 事情有结束有开头 这句话前面讲 物有本末 任何事情它都有树根的部分 还有树梢的部分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知其先后 则尽道义 你怎么才能得道呢 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除了狭义的指 如是道的道以外 还指的一切法门和法则 你比如说 我们说释迦牟尼 误道成佛 没有说释迦牟尼误佛成佛 这个道是一个狭义和广义之分 最近看了有些人是在讲道 就只按狭义的在讲 说释迦牟尼是佛 怎么能说他误道呢 得道了 那不就是成了道家了吗 孔夫子说 知其先后 则尽道 我们想想 我们一辈子半辈子 做了多少事情 包括工作呀 为人啊 生活好多事情 经常是抓小放大 经常是本末倒置 所以我们经常是很失败 很受挫折 很不成功 就是没有得到 顺便讲一下这 好再回来这个果 果和胃连在一起的 果就是胃 胃就是果 果子没了 果子吃了 这又回到胃了 或者说还没结果 一个树上没有结果 如果给他加一个字 这是什么字呢 这是个甲果 在古代称呼里 什么叫妹妹 就是没有结果的树 没嫁出去 没有生育 还没生孩子的女孩 就叫妹妹 那这个字也很有意思 那好我们回到胃是蛇的功能 为什么要跟胃连在一起呢 蛇头的功能 你舔了一下 就得到他的信息了吧 就对他可以描述了 就有了那个意识的意了吧 你不用把他吃到肚子里头 吃到肚子里头 反而你还不知道什么味 对吧 我这个话不是凭空说的 大家看西游记里 孙悟空和猪八戒吃人参果 猪八戒一下把人参果吃了以后 老孙问他什么味 他说吃太快了 不知道什么味 对吧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胃 胃进肚子之前 舌头的功能 在口里还没有吃到肚子里之前 就叫做味 味道 好 我们接着往下讲 处 我们讲心经嘛 你了解的信息越多呢 你就对这个经典的认识 就越深刻 处 还是要再看看反省 中国的文字里 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法 本身就包含着很重要的信息 够补性很强 尤其他这种会议字 这个字 我直接把它分成两部分 写他的甲骨 处的甲骨我们没找到 但是他这左右各一半的甲骨有 我们看脚 左边的脚 脚的甲骨怎么写 就是个象形的兽脚 就是野兽的脚 其实就是犀牛一类的牛的脚 有两个丸的 还有一个丸 就是个脚 野牛犀牛牛一类的脚 右边这个鼠 这个字 一个眼睛 一个弯弯的身子 在后来发展到金门的时候 眼睛 人 鼠是什么 蚕 关于这个字和四川的关系 有专门的论文 这个蚕最早一种野蚕 叫桑蚕 专门吃桑叶的蚕 还有一些蚕�呢 没有被人最后把它驯化了 丝织品生产力 没有变成 这是桑蚕 在古代的长江上游 有一个地方叫做蜀山 蜀山的最早的先名叫蜀山市 市族社会的市 那个地方就养蚕 到处是桑蚕 所以有学者说 四川这个蜀地的蜀就来自于蚕 好 这两个左右我们介绍完了 那我们现在要说什么呢 处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说 中国的文字里充满了辩证法 充满了哲学意味 你看脚的特性是什么 是硬 蚕的特性是什么 柔软 什么叫处呢 就是软和硬的接触碰在一起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因为这个处 我们说人有处觉对吧 人的皮肤有两个觉 一个叫处觉 一个叫压觉 处就是刚安上 压就是有机械力给你压下来 有一个力 皮肤是像蚕的身体一样 柔软 接触到的外来的那个力 像野兽的脚那样坚硬 这俩东西在一块一碰 就叫处 处在心心里头牵鱼 对的是什么 对的是身嘛 身和处对着 所以有人说 这一大笔一挥一下 大而化之的带过 一切都无 什么也没有不存在 它怎么能不存在呢 我皮肤感受到了 那个机械的压力 那个硬邦邦的东西 或者是尖锐的一个东西 牛角把我都刺痛了 你说不存在 你说你别在意 那盯我那一下是个毒蚊子 是个毒蜂 那我可能有中毒的危险 我别在乎 别管 假装没有 那心经就告诉我们 这么个事吗 当然不是 那我们看看最后一个字 法 这个法字我们讲过 法字我们当时讲了四种形式的理解 就是它的意思 其中有一个就是 法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 象征整个人类 从洞穴时代走出去以后 像流水一样流出山口 就迁徙了 看出去 哎呀 万千气象 大千世界 这时候的人 认为自己已经聪明了 摆脱愚昧 看到的这一些东西啊 我可以描述了 我可以归纳分类的表达了 那看到的这些 一切的现象叫做法 表达和归纳的那个叫什么 叫使 所以掩耳鼻舌深意 色生相畏触法 它确实是意义对应 对应的很好 好 那我们把这些字已经搞清楚了 用这些字的信息 我来把它串讲一下 给大家一点参考 无色生相畏触法 在这儿用无来表示 先说色 那些在你眼前不断变幻的 那些色都是幻象 都是假象 这些都是扮演出来的 是在你面前舞动的 它不是说你睁着眼睛看 你看到的一切不存在 其实什么也没有 这说服不了人嘛 对吧 你这么解释 人不相信嘛 那有些人是会说 你修行不够 你修行下去 你就什么也看不见 我不认为这样说是对的 用耳朵听到的声音 是耳朵这样一个器官 所能接受到的 处理过的声音 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幻听呢 神经出问题以后 他会幻听 对吧 这是一种病症 那他听到那个声音是真的吗 那个 叫幻听嘛 还有年龄大了 耳聋了 什么也听不见 没有 外面什么声音也没有 那是你耳朵这个器官 没有接受到那个声 不是什么也没有 这些道理都特别简单 我不知道为什么 被有些人是说的 一下复杂到了 你修行不够 所以你就没有做到 什么也没有 敲击沁和耳朵听到的 这个声音啊 聚合在一起 他充分把这些东西 经过你耳朵的结构和实际系统加工以后呢 你形成了一种体验 同样的亲的声音 不同的耳朵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验 同样的耳朵听到不同的声音来源 有不同的体验 那这些也是变化的 你以为听到的就完全是真实的 你没听到的就不存在吗 不是 因为你耳朵这个器官 也不是真正能够反映 客观现实的那么一个绝对灵敏和绝对无所不能的器官 而是一个 五也是个样子 也是能够让你在一定范围内 有所感知的那么个样子而已 难道你呢 还就是个雷达吗 是个声纳吗 你比蝙蝠还厉害吗 当然不是 下面接着说香 香是鼻子能够得到的一种体验 那最早这个信息来自于 那个鼠子 那个鼠啊 盛到盆里头以后 那个香气呢 那个香气 那个分子 飘到了你的鼻子里 被你鼻子接受 这个经验 这个体验呢 会得到一种记忆 你以后闻到这个 马上就说 这是黄米 是黄米的香气 这个体验告诉你 这是黄米的香气 但是今天的科技 发达到了 我们不用那么费劲的 像当年坐在 释迦牟尼 跟前厅的时候 释迦牟尼用了很多栗子菊 我们还是 盯着看佛祖 没弄明白 现在一下就明白了嘛 你各种化学合成的芳香剂 你可以闻到很多香气 有一个是柠檬 你在经验体验里头说 哎呀 有一个柠檬在你旁边切开了 那根本不是 结果是一个 结果是一只口红 对吧 它欺骗了你的鼻子 所以你的鼻子也不真 你就没有闻出来 那是一只口红吗 下来说蛇 蛇和胃是对的 对应关系 我上学就讲过了嘛 甜味素 你还以为是褶头 人家有人说 现在的什么点心 上面标的是蜂蜜 什么什么点心 可是里边没有蜂蜜 用合成剂 模拟出来那个胃 骗了你的舌头 让你的舌头以为有蜂蜜 因为舌头感知能力 其实是那个叫做受体 其实就那么几种 一般总结说 酸甜苦辣 后来在上个世纪 有学者又发现还有一种味觉 叫做蝎 这就是随着骨胺酸钠 也就是味精的大量工业化生产 形成的另一个味道 叫做蝎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些美食节目的时候 那个博主在那炒菜说 放一勺鸡精 放一勺味精 提鲜 鲜也成为一种味觉 但是化学合成的一些商品 可以欺骗你的味觉 触觉 刚才说过 触和压是机械力 在你皮肤上的作用 但是这个 你很难判断 这种刺痛或者压痛 或者压力 你不眼睛看的话 你光靠触觉你 你不知道什么给你形成了这个机械的压力 法 法是观察和接受了信息后 人进行归类整理的叙述和表达 归类嘛 因为我们说实 实这个字不是知识 在武器壳上 打出来制造商的标记 王马子刀 张小泉剪刀 那叫实 那么实就是说 一个人不过分类归类 产生的识别能力 它对应的是那个法 就是你看到的那些 所有的万千奇象 和外在的那种形状 你对它的描述 那么只要你描述以后 归类以后 就不是原来那个真了 就不是原来那个真正的客观的真了 这个我们讲过几次了 那么释迦牟尼呢 通过这样一段话 进一步告诉我们 让人们树立一种思想观念 树立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不要把一个人有限的感官体验 当成了外部客观的真实存在 你那个感官的体验 不过是外部变幻和舞动的那些现象 你得到的信息 而且在这个信息的接受过程中 你那些并不真实能够有 真正功能的器官 感官也在有损耗 和有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失误 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 你的感官接受到的体验 就都是真实客观存在 甚至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 施迦牟尼从他一开始 讲他的佛法的时候 就在破除迷信 他就在破除迷信 可是我们说末法时代 有些讲佛法的人 是在制造迷信 上一节讲完了以后 有朋友讲 这个五和五这一下出来以后 觉得豁然开朗 一下想不通的逻辑就通了 我现在想把这个作为一个模式 因为我们说 心经理的躯干部分 这个体量最大的一部分就是 而很多讲心经的人士 就在这一带而过 敷衍了一下 说没有不存在 别当真 那我用一个特别实在的 思考方法 来进一步讲一下这件事情 无就是五 不是不存在 而是变换的呈现在你面前 那这个思想确立了以后 我们可以 甚至像有一位朋友说 一下颠覆了以前的很多认知 我下来讲这段是一种 怎么说呢 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物理学家 他有一个说法 他叫做 他对世界 对物理世界的整个思考 来自于他的思想实验 就是说 爱因斯坦没有实验室 爱因斯坦是推理 包括他的相对论 侠义相对论 都是他想出来的 他做思想实验 这里都有严密的逻辑 那我们也用思想实验的方法 来理解一下这个物理 我尝试讲一下 大家看有没有道理 好